6月15、16、17 暫時是 希望可以加 其實都很開心的 因為我們 是否前天 PB是否前天 優先營購 那就已經爆了 會加長嗎 希望現在他們在量度紅館的時間 會加多長嗎 不知道的 看反應 但是我自己 我自己最希望 我加多一場已經很滿足了 其實 因為一場都萬多人 因為這次都是四面台來的 但是我們這次呢 其實都很大壓力的 票房 因為我們首先 就要跟 正面跟這個黃牛黨去 去 怎麼說 去追擊它 因為那些黃牛黨 就已經 因為之前 可能大家都 因為我上一個演唱會 到現在已經四年了 那大家都很 或者是歌迷 那些反應都很好 那所以呢 就 很多人就怕買不到票 那我們就見到 有些黃牛的網頁 是第一行 就是第一排 那些七八八的票 買到九千五元 九千五元 七八 七八八十元 買到九千五元 對了 那你會在網上 有些粉絲嗎 有的 我那天開了一個Live 那已經叫他們 快點買 不是 快點買 呼籲他們千萬不要 光顧黃牛黨 那 還有我們也出了一些辣椒 去 杜絕這個黃牛黨 的 譬如說我們有每一個 歌迷 就是譬如說在歌迷會 因為以往其實有出現過 有些黃牛黨 他扮歌迷 在我們歌迷會買票 那因為我們歌迷會 是一定買到票的 譬如說落單 我們基本上都有的 這樣 這些是歌迷福利 那我們現在限購 就是每個人 兩至四張 最多都是 我們盡量去 去用很多的 優惠的方法 或者是用很多渠道 去等歌迷買到票 就不要去買黃牛 因為太利... 我自己做黃牛 你放一場就行了 不會啦 這次的確有一部分的票 是我代歌迷買的 就是我想確保他們 每一場都買到票 那我每一場都留了幾百票 其實是給歌迷 是賣給歌迷 因為那裡都一百幾二百萬票 百幾二百萬票 紮了數目 對呀 先給公司先給公司 接住先哦